大家好,我是龙儿 今天才知道原来去浮沫这么简单 如果用勺子去浮沫就错了 教你一招,五秒干净 生活中我们不管是煮肉,煮排骨,还是煮鸡爪,煲汤等等 都会产生大量的浮沫 当我们遇到浮沫的时候 大家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用勺子直接去打浮沫 但是我们发现用勺子这样来撇浮沫 不仅撇得特别的不干净 而且每一次打浮沫的时候 大量的汤也会被装在勺子里面 感觉怎么撇都撇不干净 并且我们在撇浮沫的时候 里面大部分的汤也被我们移并倒掉了 这样也太可惜了 所以说用勺子来撇浮沫这个方法是不格取的 但也是生活中大部分朋友都在用的 今天来教你正确方法 有效快速地撇去汤上面的浮沫 下面我们以煮肉来举一个例子 准备两块腊肉 洗干净后放进锅里面 接着往里面加入足量的清水 生活中很多人都喜欢煲汤或者是煮肉 但是我们发现不管是我们煮肉还是煲汤 表面都会产生大量的浮沫 我们可以看到把水加进来之后 锅里面一煮开 煮开之后立马就出现了大量的白色浮沫 现在就必须把锅盖揭开了 揭开之后 浮沫都快要溢出来了 如果不揭开锅盖的话 整个锅盖上面都是浮沫 也特别的难清理 特别的磕磷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你是怎么处理的呢 相信大部分的朋友都是直接用汤勺来撇去浮沫 但我们发现以这种方式来撇浮沫 非常的不可取 当浮沫一沉到汤勺里面之后 立马就变成了汤汁 并且发现汤表面的浮沫似乎并没有减少 很多朋友觉得石桌无用功 索性就不撇浮沫了 但是你知道吗 这些浮沫除了有肉里面的穴子 还有一些灰尘杂质和大量的油脂 如果不撇去的话 这样包出来的汤 喝了对身体是没有任何益处的 所以说汤里面的浮沫一定要撇 但是也要注意方法 我们应该把汤勺换成这样的漏勺 这个漏勺家家户户户都有吧 在我们打浮沫的这个时候 里面多余的汤汁就会被漏掉 而浮沫也被精准地捕捉到了 没有一个漏网之余 可以看到简简单单的几秒钟时间 刚才多的都快要溢出来的浮沫 一下子就被我们撇得一干二净 被撇去浮沫后 我们可以看到锅里面煮的鸡爪 也就变得非常的干净了 表面特别的清透 没有一点点浮沫站在上面 再来看看煮的这一锅肉 刚才已经被撇了一次浮沫 现在还有一点点飘在上面 我们依然用漏勺将它漏掉 简简单单几秒钟时间 表面的浮沫也已经被打得一干二净了 而且这个糖水看起来非常的清透 浮沫撇掉后直接盖上锅盖 继续开大火煮 我们发现被撇掉浮沫之后的锅里面 虽然说一直处于一个高度沸腾的状态 但是已经不会再出现大量的油渍油沫了 然后把这一锅肉煮够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后 里面依然没有出一点点的浮沫 而这个时候锅里面的肉也已经完全煮熟了 汤汁也变成了这种的奶白色 煮出来的肉也非常的干净 上面没有一点点的浮沫 由此可见用漏烧来打浮沫 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也特别的实用 打得浮沫也特别干净 就算是煮出来的肉 上面也没有沾到一点点浮沫 但是我们要注意用漏烧的时候 一定要用特别密集的这种漏烧 千万不要用空洞特别大的那种漏烧哦 而用勺子是完全达不到这个目的的 所以说学会今天的这个方法之后 大家以后再撇浮沫 再也不要用这种的汤烧了 赶紧试试漏烧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加收藏哦 那么本期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